為什麼中國人喜歡白髮紅眼 今天這影片就分析跟妳聽 網路上有各種解答 但都沒有說到核心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政治 髮色象徵角色的特性 金髮澳膠尊貴 藍色腦腸無忍 紅色狂野激烈 這是東方界常有的設定 那白色紅眼呢 那就是判斷反抗 以戰鬆帕米斯為例 他的劇情就有超聲音的含義 大家最愛的老婆 露西亞群系型態深紅球影 標準的白髮紅眼 原本他是首位人類前鋒 結果在一次作戰中接觸到深格網路 自己被病毒感染 變成蠻紅白髮 從此站在正義的對立面 戰鬥力之強 堪稱團隊親女兒 他的演出就是一個秋字 出招之變態只能用光怪陸裡來形容 抽到之後遊戲直接變簡單模式 說實說沒幾下就結算獎勵了 但只有更過分沒有最過分 都這麼猛的居然還升起 創作團隊根本是把他當成賽亞人 安排了一段看不懂在演三小的劇情 他就又又又變強了 衣服更色招式更猛 把太刀當成核彈在打 整個遊戲的特效都給了他 閃到眼睛快嚇掉 敵人被刀光劍影蓋到看不見 還沒反應過來就全場清空了 還好有抽到 不然都給課長玩就好了 但我真正想說的是 你有沒有發現故事想表達什麼 體制店的人遇到升格網路 從此就白髮模式逆天開掛 不就是在講對岸人民翻牆嗎 平常在國內被媒體洗腦 以為自己最幸福最快樂 領導永遠都不會錯 結果有天用VPN上位網才發現 世界根本不是政府講的那樣 原來別人都可以投票 罵總統也不會被黑人帶走 買遊戲更無需遮遮掩掩掩 愛玩什麼就玩什麼 被關了這麼久 看到別人幸福的樣子 肯定一夜白頭氣到癮後 有沒有 所以中國人會喜歡白髮紅眼 正是他們對自由的渴望 可能有網友覺得我亂講 沒關係 再給你看證據 洛西亞當初也被組織備份 本尊叛勞後 他的分身就繼續留在元小隊服務 同樣也經歷了升級改造 你猜猜發生什麼事 身體被大幅機械化 原本的美臀變成球形關節 我的天還我福利啊 是不是就暗示了中國的現況 沒辦法移民的朋友成了人況 被政府亂搞連腿都被砍掉 跑不動只能過外當韭菜 最近中共退行退林黃根 把果農的樹通通披光光 硬要他們種不賺錢的小麥稻米 阿過話又亂七八糟 水土跑時沒做好就硬要開發領地 現在下大雨了 枕頭衝下傷根本搞笑 在這種國家 人生唯一的希望就是玩手遊 至少在虛擬的世界裡 還能當一回頂天立地的大英雄 遊戲公司也蠻感的 知道了人民生活痛苦 於是狂打茶瓶球讓角色盡可能色色 給大家活下去的希望 我也算是服了他啦 創作始終來自於人形 白髮紅勇之所以深受中國人喜歡 就是因為他們對自由世界的渴望 但創作終究是創作 夢在美現實都不會改變的 希望多樣的朋友能夠覺醒 真正的幸福 誰要用行動去爭取的啊 天啊麥當勞好貴 這樣要新台幣80元 啊是用料最頂 還是有台灣價值 與其吃這個 不如選利潤3% 氣泡免費的 公子護國省意 最近會開始賣喔 最近會開始賣喔 我不喜歡的 我們一起去說 反正